中国古代十大美男 而被司马昭处死,十年四十岁,临死前,姬康弹奏了最后的广陵塞。 韩子高,冤狱而死,容貌艳丽,鲜言洁白,如美妇人。 韩子高是南北朝时期陈朝人,韩子高生性恭敬谨慎,尽心尽力地侍奉陈倩,陈倩性自己。 韩子高总能领悟其意,陈文帝陈倩十分宠幸他,不曾让他离开身边。 陈文帝陈倩继位后,封韩子高为右军将军,升任散其常事,禁绝为伯。 后来陈废帝即位,韩子高因为伟高权重,最终被诬陷谋反而被处死。 年仅三十岁,慕容冲被不暇所杀,前燕敬昭帝慕容君之子,容貌俊美,骁勇善战。 公元384年,慕容冲在河东兵败,率兵投奋其兄慕容红,不久慕容红建立戏宴,立慕容冲为皇太帝。 公元385年,慕容冲在阿房城称帝,鲜卑人都对慕容冲非常不满,四年他被左将军寒颜所杀。 十年二十七岁,独孤信,独久而死,特冒风流独孤狼,独孤信容貌以表俊美,善于骑马射箭。 北周建立后,独孤信升任太保,大宗伯,进封为国公,十亿一万户,虽然一生战功卓著,却也是不得善终,细未未免,他遭受可抬挤。 北周开国之际,被进攻与恩户,逼迫在家中引证自尽,十年五十五岁,独孤信的长女是北周明镜皇后,第四女是唐朝元真皇后,第七女是隋朝文宪皇后,在周、隋、唐三朝都进入皇室,三代都为外妻,自古以来,从未有过,其七个儿子之中,两人为侯爵,五人为公爵,显赫之极,子都,被正装公骂而自杀身亡, 不知子都之交者,无目者也,公孙子都,春秋第一美男子,春秋十七郑国公子,不仅像貌生的美,还有这一身的好武艺,能征善舍,因此便做了郑庄公的大夫,郑国灭许国时,率先工商城墙的尹考书,似在自己人的剑下,矛头很快就指向了公孙子都,由于子都身受郑庄公的宠爱,居然逃过了罪责,后在尹考书的葬礼上,郑庄公表示, 将车罢华美的战车的车缘随葬,自信战功赫赫的子都表示不满,问郑庄公为什么不把车赐给自己,气愤的郑庄公狠狠地将一支箭扔在公孙子都面前,公孙子都竟然为此自杀也是案件伤人的下场, 宋文公,自然死亡,春秋时期宋国国君,左传里记载他礼于国人,诗记中说,他是一位贤而下士的明君,宋文公为人贤明,礼待国人,好诗舍,容貌俊美,公元前589年8月,宋文公去世,其子宋贡公继位,看来是自然死亡,未见,太帅 被人看死,经识人士闻其滋容,观者如赌,建牢及岁慎,永家六年祖,十年二十七,识人未见被看杀,未见是历史上,唯一因为太帅了,而被人看死的美男子,未见从玉章俊到京都时,人们早已听到他的名声,出来看他的人为得像赌墙,未见,本来就有虚弱的病,身体受不了这种劳累,终于重病而死,此即成于看杀未见的典故, 蓝陵芒高长公,被皇帝高伟毒死,南北朝时期北齐宗室,将领,神武帝高欢之孙,文香帝高成第四子,高长公信格恩良敦厚,貌柔心壮,殷容兼美,未将功勤细事,长率清齐突入敌阵,永不可挡,因功高显著,早到北齐厚驻高伟的羡慕,极度恨,于公元573年被高伟赐死,十年近33岁,死后北齐追赠甲黄月, 太师,太卫公,嗜好中午,宋玉,楚王后善终,潘安,参与谋反备满门抄斩,潘狼车玉满,无奈至花河,潘安,中国古代第一美男,潘安外出女人见了,都要向他的车上投掷水果,这就是指果蝇车的典故, 他姓亲造,趋于势力,于石崇等产施贾逆,美后其初,折望尘而代,于石崇,陆基,刘坤,左思,并为金武二十四游,之后赵王司马伦囚禁晋贵帝自立为帝,他的亲信孙秀,当上了宰相,曾与潘安有仇的孙秀,以其甲后于党,意欲谋反为名杀之,朱三族。 回来,为婀请,许便宫。